我是趙浩康 歡迎來到TVBS少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陳富雄委員 李俊怡委員 黃偉翰先生 洪孟凱書記長 柯振委員 林甄宇議員 那麼菲律賓說 大陸有個怪獸船 在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 他們說大陸有個怪獸船 他說主要要下馬尼拉 放一個怪獸船 我說是這個好像不是 說沒拍到 但是很大 說很怪 另外菲律賓跟日本簽了 相互准入協定 可以在對方領土 進行軍事演習 另外菲律賓總統下令 南海緊張的情勢應該緩和 所以美國的中程飛彈系統 會撤住菲律賓 因為大陸對這個非常介意 另外菲律賓參謀總長 他報告 人家就問他說 上次為什麼大陸都打我們的人 他說對 他說下一次 他說我們會反擊 我們不會像上次那樣被欺負 到時候我們怎麼反擊 對方用什麼我們就用什麼 對方如果用刀 我們就用刀 沒有做對方用槍我們也用槍 反正意思就是說不要超過了 也不想惹事 那中國是說菲律賓坐牢 破船在那邊站那個地方 說仁愛這邊的暗殺被破壞了 就是生態都被破壞了 因為你有生態 你爛船在那個地方 也是一個污染 而且你船要排泄 你要船員等等 洗澡什麼東西都是污染 美國說上次發生事情 617以後 美國跟菲律賓講說 我幫你運補 你運補船去勞共打你 我幫你補 菲律賓的參謀總長說 他們婉拒美國 這我們的事情 不要你美國進來 不過這是亂講的 美國前這個什麼博明 美國人現在很多人亂講一通 他說老共之所以搞人海交 是為了被打台灣 亂講一通 這亂講簡直是老美這些 什麼學者 專家 簡直胡扯 他說為什麼搞這個小島 是一方面要讓美國 我私信一方面是為了 台灣進行的預言 不一樣的是說 這個島沒有半導體 講廢話嗎 那個島跟一個破船 跟台灣有什麼關聯 反正現在就老美任何東西 帶上台灣他就有新聞信 他不在台灣 好像就大家也不太理他一句 不重要 所以什麼事情都要把台灣 牽制在裡面 好 謝長廷要回來了 謝長廷說台灣的船 被日本人去登檢對不對 船長罵 船長說比中國更土匪 說日本比中國更土匪 謝長廷我感到非常遺憾 你按照台灣的界線也越界了 對不對 你不應該縱容這個漁船違規 你是犧牲了台灣的整體利益 問題是你現在你是台灣駐日代表 你幫那日本人罵台灣船 你什麼意思 他意向這樣 而且他說我馬上要回來了 我快回台灣了 所以呢這個 我任期也快到了 我要講一點得罪台灣的話 他何止講一點得罪台灣 他已經得罪台灣好多次了 我們看一下 為了在南海反制菲律賓 中國海警隊派出排水量 一萬兩千噸的 五九零一號海警艦 引起菲律賓軍方高度重視 這艘長達一百六十五公尺的船艦 被菲律賓海警隊稱為怪物船 從七月二號開始連續兩天 侵入了距離馬尼拉兩百海里的 專屬經濟海域 而且跟菲律賓船隻相距不到七百公尺 事實上中非兩國日前才進行 外交部副部長級磋商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也宣布 撤出美軍中程導彈系統 希望緩和局勢 但中國照樣出動最大海警船示威 顯示南海情勢依舊緊張 大陸外交部駁斥表示 鮮兵礁不屬於菲律賓經濟海域 而是中國南沙群島一部分 為了抗衡中國菲律賓大動作 與日本聯手反制 日本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 訪問馬尼拉 簽署互惠準入協定 RAA 同意兩國軍隊可進入對方領土 進行聯合軍演和災害應變等訓練 日本也將協助菲律賓打造移動雷達 反對大陸擴張東海及南海勢力的立場 不言可言 來我看 五九動搖 你用照片來比較來 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五九動搖 是現在目前中國海警 因為中國海警有兩艘一萬兩千噸級的 這個海警船 但是他已經基本上就是軍艦 軍艦有的還沒有他那麼大 所以五九動搖 你看一比較一般的這個 怪獸 對 就這麼大 一萬兩千噸的排水量 是目前中國海警當中 最大的兩艘其中一艘 五九動搖 那因為先前菲律賓跟那個 中國大陸的海警 在那個仁愛暗殺那一塊 仁愛在那裡就一直有衝突 那還有一個菲律賓的一個船員 還是一個學者 手指頭快斷掉了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就派更大的船去 再大的船去 最大的派出來就是這個五九動搖 怪獸級的 其實海上的這個實力還是要看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海上有載制力 有的話其實基本上都不敢靠近 那我們最近因為金門跟日本 都各發生這件事情 那謝唐廷因為他也已經要回來了 所以他講剛剛主持人有講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除了金門事件之外的 另外這一起 他為什麼被 為什麼被日本扣掉 其實基本上是不會扣 就我倒覺得奇怪 日本為什麼非得扣 因為他被扣的點在那個 暫定執法線的外面一點點 其實這個是以前 1900前這種時代的時候 我們跟日本談的 所謂台日與月協議 藍色這一塊就是日本臺灣都能捕魚 只要在藍色這塊捕魚都不會有事 那中間當然這裡有釣魚台 可是如果超過藍色 往上走 往北邊走的話 這一條藍色線以西以南 叫暫定執法線 我們的海巡船會來這邊護魚 可是超過這一條的話 外面就沒辦法護魚了 其實沒有辦法護魚 不是就不管我們的漁民死活 軍艦可以去 所以這次他被抓的點 正好是在這條藍色線的外面 一點點就是這裡 所以就等於就是在我們暫定執法線以外 有沒有就這樣一對應就知道了 那所以我們的臺日與月協定是希望我們在這裡捕魚 最多在這裡 不要超過這一條藍色的線以上或以東 那因為這條船剛好就出去一點點 那出去一點點就趕回來就好了 所以日本確實也採取強烈的措施 但是因為這個船就是六百萬日幣就數回來 一般都是這樣 這船也也沒有就是還扣著人也回來 倒是金門這一部分就是這個船 因為澎湖的這個大紀滿88號 兩岸現在目前斷流 完全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包含人跟船都還沒有回來 這個倒是政府要趕快去想辦法的地方 志仁 當然是剛剛除了韋翰的分析之外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日本跟菲律賓 雖然已經簽訂了所謂相互的準入的一個協定 不過大家都還是認為這個政治意涵 大於軍事意涵 因為日本有一個非戰的一個憲法 他有一個非戰的憲法 除非他們的本土遭受到一些所謂的攻擊 否則以他們彼此之間 親近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大家認為並沒有太大的實質上 軍事上的意義 倒是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在2號的時候 他們的副部長及曾經做過對話 表示即使彼此之間 有非常多海上的一些衝突 但是他們還是願意 用一些溝通的方法來做一個解決 不純然訴諸於武力 可是中國大陸你可以發現 他一方面溝通 可是一方面還有派這個 大型的軍艦不斷在他們的先兵礁附近 先兵礁附近裡面來做巡迴 所以表示他們對南海的 這樣的一個主權是達到寸土不讓 比較好奇的地方 就是剛剛也特別提到 菲律賓的軍事單位特別提到 我們這次不需要美國進來 做任何的一個處理 當然其他的外地 有特別提到這一點 因為菲律賓說實在 他的實力上跟中共大陸距離非常的遙遠 所以還是需要美國過來做這個部分 但是中國大陸因為目前還是用海警 而不是解放軍 所以他們還是把彼此今天的衝突 放在海上的這個部分 並沒有搞到這個軍事的層面 美國特別是提到 因為他們目前為止選戰快要到了 這個拜登即使在認為這個 中國大陸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利益 但是他也不想在菲律賓重開戰場 所以彼此之間還是有一些的協調 希望這一次由菲律賓主動出來 告訴大家說 美國不要來進入 由我們自己來承擔 但這個過程 包括日本跟菲律賓 所簽訂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認為還是有美國的影子存在 因為他還是認為 南海的這個部分 日本如果能夠進來的話 對於他在防堵中國的連線上面 他還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菲律賓 日本 所實在的在這一塊裡面 牽動著美國未來的一個選舉 但是大家認為 美國還是在背後裡面 還是具有非常大的一個盤算 老師 一萬兩千噸的怪獸是很大 我當年當兵的時候 我的船才兩千四百噸 海軍 那也是在台灣的海軍裡頭 算是不曉得 第二個層次的僅次於那個 楊字號 我們叫三字號 這個對中國在南海 跟菲律賓的交鋒 當然表面上看是中非 那其實當然是中美 鬥而不破的一種表面交鋒而已 但是我很佩服菲律賓的智慧 因為菲律賓 他其實處理了幾件事情 處理得不錯 他要美國的終神飛彈回去 第二件事情 他對美國願意幫忙 補給人愛交的事情 婉拒 聰明了 這個就進退有節 攻守有度 你不要小看人家 你笑成那個樣子 你就看不起人家 我還是像你講話的樣子 就講話給他進去 我講得像小丑 可笑嗎 很好講 還有道理 我覺得真的是做得不錯 所以這一方面 我常常在本節目喊話 不曉得有用沒有用 我覺得老共 你跟老美鬥爭 是要以霸道對霸道 以霸自霸 因為你的第一島鏈 逼到我家門口了 你這麼霸 我不霸還行 但是對菲律賓來講 老共對菲律賓的沿海 尤其是人愛交這一邊 其實是你走到人家門口 所以我覺得中國最厲害的 講霸道也講人道 所以你以霸道對美國 以人道對菲律賓 但是你不能只安安的做 你要講啊 老中是這會吹牛的 你就想我霸道人道兩手俱備 你看我這個欲強扶弱 這個我們中國人 不是我們中國人 他們中國人一貫的美德 一貫的美德 那我就講 好 我最後講博敏 這個Pottinger 是川普的人 而且川普如果當選 他會又變成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對台海對台灣的一切解讀 非常的荒唐 他那一套我聽得都想要做偶 所以光是博明的存在 我們就是應該不希望川普當選 但是拜登當選更糟 所以我們真的是需要拜登退選 拜登說除非老天 除非上帝 除非The Lord要我退選 下面還有一句話 但是上帝不會下來 但是你是基督徒 你有沒有聽到牧師長講 上帝隨時在做工 只是你我看不懂 你知道嗎 所以拜登短短的時間內 犯了24次 是上帝在做工 當然是上帝在做工 上帝哪會名講說 Mr.拜登 You quit 不會 他就讓你一再出錯 一再出錯 你還看不懂 我這個上帝白做了 好吧 不過菲律賓其實 菲律賓人本來就滿有彈性的 我很喜歡菲律賓人 為什麼 他們非常快樂天 其實多年以前的調查 他們其實生活很苦 待遇也不高 他們亞洲最快樂的人 每個人都很高興 跳舞 唱歌 你到菲律賓去 歡樂的氣氛 我那時候到菲律賓看工廠 很多年以前 年輕的時候 什麼那些工廠 十一月就已經Merry Christmas 到處貼那個標語了 氣球就放 看你就 President有沒有禮物給我 所以很快樂的民族 他們有冠軍 你看我們幹嘛努力工作 渴了那個椰子滿樹都是 餓了那個河裡面 什麼魚都有 對不對 幹嘛 我們每天在度假 你們有錢才到菲律賓來度假 我們每天在那邊度假 菲律賓滿有彈性的 賴清德 漢光演習的前夕穿上軍服 在舉光原地 訓勉國精弟兄 說大家的美帝漢都不會留 我覺得這是安排的 舉光原地會有什麼自己問 阿賓哥就問他說 我們有為戰爭準備的錯決嗎 他說我們這個要有實力 才是真和平 美帝漢都不會白留 而且他說 不要以為我們人少兵少 不一定 以少勝多 歷史上案例很多的 來 我們不怕 我們是打這個不對稱戰爭 休息一下就回來 鄭文燦 大家矚目這個案子 原來檢察官要求法院激壓他 但是桃園地方法院 500萬就給他交保了 大家就在懷疑怎麼回事 說鄧女法官爸爸 是跟鄭文燦的新聞局的時候 是他的正風處長 鄭文燦當桃園市長的時候 他的正風什麼主任處長等等 就有關係 500萬交保了 檢察官就很不爽 抗告 然後高院很快就發回重裁 而且高院在裁定說 地方法院寫的把它放的 我看不太懂 寫的是什麼理由 不成理由 我沒辦法評斷 所以你們桃園地方法院 你們搞出來的事 你們重新裁定 就發回桃園 然後桃園 大家想說 我想說百分之七八十總要壓了吧 高院講那麼清楚 你地方法院怎麼把它放了 對不對 而且還有這個余裏 那個余裏 你知道高院都寫得清楚 所以你地方法院重裁 地方法院很快裁出來了 四個鐘都裁出來 再放 不過多一點錢 叫1200萬 1200萬 500萬對鄭文燦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差別 我告訴你 1億2000萬也沒有差別 你都忘了鄭文燦外面叫他什麼的 好吧 而且他找了三大咖律師 陳勇來 尤其俊 鄧玉紅 這三個律師 一次找了三個 所以原來的時候 高院是撤銷員裁定 發回桃園重裁 然後當時 曾文燦大概心裡也覺得不妙 原來是笑笑的 變成一字嘴也不笑了 另外現在裁定 1200萬交保 很快40分鐘錢就湊出來了 700萬再加上去 是什麼 這什麼錢 法界當時 因為之前我就在想說 奇怪 他四次法官 要去申請搜索票對不對 四次桃園法院都駁回 我就說四次總是不同的法官 不可能四次都一個法官 所以桃園地方法院 到底跟鄭文燦什麼關係 我現在已經不覺得 是哪一個法官 我覺得整個桃園地方法院 跟鄭文燦那個關係都很密切 所以就是這位法界也講 法官就是不想擠壓他 就是不想擠壓他 那也不要管 以前什麼之類的 以前就以前的 這次還是給他交保 我們看一下都怎麼回事 好 但也持續關心 前海經會董事長鄭文燦 涉嫌貪污的案件 而就在剛剛有了最新的進展 因為今天上午10點 在桃園地院召開第二次的擠壓庭 就在剛剛桃園地院法官裁定 鄭文燦是以1200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境出海以及住居 也就是說提高了整個的交保金額 而剛剛這個Hardpins 兩位律師也已經離開法院了 那面對提問他們是完全不做回應的 只點點頭說的確是交保了 而對於整個的交保理由 還有一些詳細他們是不多做回應的 那現在已經離開法院了 不排除現在是要去籌這個1200萬的保金 好 為什麼法官給他交保 說第一個 被告否認犯罪 鄭文燦否認 而且三個共犯都押了 這很奇怪 如果你相信被告否認 那這三個共犯幹嘛押 收錢的是鄭文燦 他都沒收了 送錢的那是沒送 不是這樣嗎 所以這 我不太懂這些法官 現在要考法律系也不檢查 考上法官也不容易 你總有一點邏輯概念 所以他否認 那難道被告否認都不押了 很多就是否認才要押你 對不對 很多承認就不押了 而且三個共犯已再押 這也很怪 怎麼看 怎麼看 沒錯 送錢的押收錢的不押 這讓大家覺得說奇怪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後大家每一個人面對到司法 難道都講說我無罪 可以這樣子來逃脫嗎 在此我必須要先講一下 這個領口公五擴大用地 他不是在領口 他是在龜山 因為我的選區在領口 但是因為那個龜山領口 常常會被人家搞混 領口公五的這個用地 他其實是在龜山 也就是桃園市 也因此他跟鄭文燦 在桃園市長任內 這確實密切相關 那我們講是說七年以前的案子 現在終於能辦了 我也看到趙先生 在臉書上講說 支持檢調誤網誤眾 這是我們過去到現在 一貫的主張跟初衷 沒有問題 我們也希望檢調這次 真的能夠硬起來 但是很遺憾跟可惜 七年的案子到現在才辦 當然人家講是說 正義不是不到 能夠遲到也總比不到 可是更重要的是 如果說過去這七年的案子 能夠 因為其實這些掌握證據 都已經掌握 而且以檢調 現在慢慢爬梳的狀況來講 他其實掌握證據在之前 就已經有相關都已經掌握 我們講說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過去為什麼沒有辦 是不是真的是因為說 鄭文燦可能是蔡英文的愛將 或者是說鄭文燦 因為有什麼樣的一個保護 還是有什麼樣的壓力 讓檢調沒有辦法 繼續的往下做 假設在2024年1月13號之前 這件案子真的出來 因為鄭文燦的任期 是到2022年的12月25號 所以2022年的12月25號 他就卸任了 如果說在卸任之後 這個案子能夠有一個 偵辦的一個進展的話 民進黨20241月13號 還能夠持續執政嗎 這也是國人現在在思考的 再來鄭文燦 我覺得在過去到現在 這應該是中華民國歷史上 我沒有細舊 但是我們真的去想一下 我目前還沒想到其他人 你說高位居權重 尤其是1994年之後的 這個民選市長 1994年之後到現在 真的市長卸任之後 因為貪污來被起訴的 目前看起來就只有鄭文燦 還有他還曾經擔任過 行政院副院長 因此我們講是說 很抱歉 既然有一個案件 有500萬這樣的一個 收賄的一個狀況 請教過去8年 鄭文燦擔任市長 以及他一年多擔任 行政院副院長 他中間經手過 或說有可能看過的 這些開發的部分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 弊案或弊端 這一點就 因為是合理的懷疑 我覺得就應該檢調 應該也要好好去仔細地爬梳 我們還是在強調 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當然希望支持檢調 誤網誤重 但我們也不希望是政治辦案 我們也更希望是 不分任何的狀況 動搖國本 尤其是民進黨政府 動搖國本的情況 該辦就辦 該追就追 要給國人一個真相 這個貪污誤重案 本來就很難辦 一個願打 一個願哀 我給你錢 你事情辦好了 為什麼好告你的 為什麼好講的 大家都不講話 這個事情沒有辦成 辦成不知道有多少 沒辦成 沒辦成 他也沒有什麼還人家錢 我才不相信 500萬放家裡 怎麼可能 大概外面有在 他有聽到風聲 說好像人要查 沒辦成為什麼要查 一定當事人抱怨 我錢都賞 外面這台喘 這種話就會有喘 如果都辦成都不會講話 大家都守口如瓶 沒辦成 所以聽到有風聲了 才趕快把欠退給人家 就是一定要當然有罪 怎麼會沒有罪 來 萊俊兄 第一個 我覺得台灣現在最可怕的是 在檢查系統之外的媒體辦案 這個媒體辦案影響 當事人是非常大的 我就是深受其中的過程之害 這種媒體辦案 也就是說我們所得到的訊息 是非常有限的 我不是說一定不能評論 但是你就是要有一定的保留 為了避免這種媒體辦案 造成社會上的一些 既定的一些印象或是誤解 我覺得檢察官這個案子 必須要定時向社會做說明 他必須要說明 不要說又有什麼消息 然後又要抓什麼泄密 要幹什麼 因為我這個案子你說影響大不大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對民進黨的這個執政的這個基礎 影響是非常的大 負面的這個衝擊 那到底這個案子是怎麼一回事 有沒有羈押的這個必要 是現在大家談的這個焦點 羈押一般來講 是有兩種情況之一 那麼就應該要羈押 第一個有逃亡 以鄭文燦的身分他逃亡像話嗎 他逃亡就代表民進黨就垮台了 不會的 他如果 所以第一個不會有逃亡的問題 而且法院也裁定了 就是不能出海不能離境 第二個篡共 如果有竄共的可能性 那麼是應該要羈押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檢察官在辦案 反而為了讓你去竄共 而不羈押你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 他有兩個方式取證或是補證 補他的證據的不足 第一個就羈押你 所謂押人取共 押到你受不了然後你承認 這是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不押你 讓你去外面去弄去 我就監聽 我就跟監 我就能夠有機會 取到更有利的證據 過去的這種辦案說話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到底押不押 當然檢察官是希望押 但是法官認為你要押 也必須要符合我剛剛講的 那兩個必要性 所以大家在討論這個事情 如果回歸這個基本面 還有證據 我覺得事實狀況是怎麼樣 只有辦案的檢察官最清楚 他希望能夠羈押的說明裡面到底 有沒有透露出一些案情的狀況 恐怕大家還是後續關注一下 我覺得從500萬調高為1200萬 而再度交保的不合邏輯 除了你剛才講的以外 我覺得原來桃園高院 駁回再審的原因 並不是逃亡 他沒有強調逃亡 大家都曉得 大家都曉得他不會逃亡 但是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以現在傳播媒體的 五眼福界速度之快 他說臉書這些東西 社群媒體 他說串政是很簡單的 所以但是今天他又再度交保 並沒有對這一點有所交代 因為我也沒有看理由書 但是如果這個沒有交代的話 他對被駁回的那個東西 沒有做好好的說明 因為他有很多屬下都還在 所以到時候會不會串政 什麼很難防堵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她被列祭 可是我現在不停地 你應該是很緊張的 準備了 不要緊張 不過去不行 我收拾他 是 這旁 Tim 小牙 可以 尬